好的 我再等一下这个直播的消息跳出来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没有办法看到我自己 OK 但是我现在知道这个通知跳出来了 好的 那就是我现在要准备直播 录制一个podcast给大家看 首先呢 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2021年 2020年 拜拜 2020年 Hello 今天是充满感恩的一天 特别是我也想要跟大家 就是说的就是我的 我这边先暂停一下share 看下是不是可以看我自己 对 好的 正暂停一下share 就是今天呢 也是非常感恩一天 今天终于把我的这个 好好上架的所有的简报 就是怎么样子新手怎么样制作一个podcast 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专辑的一个项目 就是我今年从年中开始的在台湾分享的一个这样子的课程 终于今天把20个20几个简报都做出来 首先这边要感谢我的好朋友Ray 特别呢就是来到我们家附近 然后呢我们两个人一起坐下 就是说这个是有团队在这个负责的这个整个简报的项目非常不容易 所以非常要感谢他今天我做完整个项目这个简报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脑子感觉好像黑青的一片 因为真的实在不太容易哦 这个线上课程跟我平常在做工作坊 在做的那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呢因为我今天现在我刚好要来录制两个podcast 所以我就想要就是来示范一下平常我是怎么样子去录制这个podcast 然后还有就是说我现在在做的内容 也给大家一个就是新年新希望 如果你现在也想要开始做一个podcast 来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program 一个项目一个节目一个制作方式 就是可以帮助你每天进步一点点 我现在制作的节目就是主要日更的一个节目 是选音语环游世界fly with Lily这个节目 那我现在目前今天的话我会更新1206集 还有1207集是明天早上6点要发送的节目 今天我迟到更新了 那但是我就是我想说还是要把它补上 因为我这两个月的一个主题就是 在读这个清晨五点俱乐部的5am club这本书呢 我做了一个每日书斋 然后答应我的听众会做66天 今天也是我的早起的直播的就是我每天5点到6点 有一个云雀实验室直播的第60天 那就是跟我的这个podcast的听众呢一起 就是5点钟早上起来迎接2021年已经做了第60天 明天早上呢5点呢我还是会在这个zoom的直播教室跟他们见面 那我们5点到6点会做一个不只是读书 我们还会一起做运动 一起打坐一起写日记 然后还有一起就是读书这样子 但是每个人可能读的都不一样 我读的是5am club 我这次呢再读第二次这样子 所以呢其实这个podcast它对我来讲说不是一个额外的工作 是我现在就是要专注的一个项目 就是对我来讲说它不会是一个额外的东西 而且是我就是我白天早上5点直播的时候 这个这个直播室并不是 它并不是就是免费的 它是一个收费的 所以等于是说我做了一个免费的项目 其实我收费的时候我也可以拿来用 那这个免费的podcast它可能是一个附加价值 可以等于是说我这些付费的听众 他们如果想要补课的话 他们可以再去免费的podcast 那我付费的听众他们也很知道说 他们参与我的付费 支持我的podcast也是在帮助我做一些公益的项目 就是我有办法可以这样持续的去发送免费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的这个新的这个课程 在这个好学校上面募资的这个课程呢 是来帮助大家获利 因为呢就是说 如果你都是在做一个免费的项目 然后没有赚钱的话 其实它是很难持久的 所以我这边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其实你的podcast它有很多种赚钱的方式 很多种的商业模式 而且你还要就是很勇敢的去要求 所以呢它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被动收入 也是一个非常好就是可以帮助你 就是社交的一个工具 你可以去成为一个可以提供价值的人 你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呢 去podcast可以去邀请 就是其他的就是人来就是到你的节目去分享更多的价值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是想要帮助你的理想听众解决的 好的那讲到这边呢就是 对祝福大家就是新年快乐 这个时候呢我还工作 但是今天其实真的是蛮愉快的一天 早上五点起床 然后一直到这个六点六点半 然后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六点到七点半洗了一个蛮长的澡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准备直播的东西 但是呢我今天早上非常吵吵的做了一个直播 然后就要赶着出门 九点到三点这一段时间 就是很全心投入在制作这个投影片 所以呢非常希望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这个我现在在好学校募资的这一个项目 真的非常用心在做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已经完成了简报的部分 然后呢现在是在募资的这个阶段中 但是呢我们都是心心满满这个课一定会开成的 所以呢希望大家也是就是要去给我们支持一下 好的那现在呢回到我的这个 就是想要分享的画面中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我的画面 是我左边是有一个这个word的文档 就是我放在这个google drive云端上面的一个档案 这个就是我里面写的这个我的播客的一个规划 那我就是有day 那今天要分享的是day 54 就是我刚才有说的 因为我现在在做这个the 5am club的书斋 所以它好像是一个连续剧一样 就是它其实就是我规划的是一个两个月的播客内容 总共有66集 所以现在已经到了第54集 所以我的听众他们基本上就是每一集他们都会跟 而且他们就是会觉得说很像在听连续剧一样 因为我做的并不是就是说书的 应该这个不算是说书的节目吧 但是就是说我是做了一个就是连续的 然后呢每天分享一点点的方式 然后现在呢就是你看到是day 54 然后呢我就是比如说day 54我读到的是第15章 然后呢第15章如果就是我前面已经有分享的四个部分 所以今天会是part 5第五个部分 然后呢我也分享一下这个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者是我接下来想要分享的这一句话是 是在讲什么样的内容 那我觉得the5am club这本书 它是没有中文版的 它是有英文的 所以这个都是我自己翻译的东西 那翻译的中文的内容 那我觉得这一本书呢 是真的写的蛮好的 它是用一个故事的方式 在讲说为什么我们要五点钟起床 为什么五点钟起床对我们就是非常的好 然后呢而且它就是会在你的生活各方面呢 就会帮你升级这样子 所以我也就是去做了一个实作 所以我现在也是实验每天跟我的这个听众呢 就是他们有付费参加这个云雀实验室的听众 然后呢跟他们一起进行的五点钟早起 基本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正能量的活动 目前我得到的反馈都是非常正面的 虽然就是五点钟起床对 很多人都不是很容易啊 当然也有就是参与进来的同学 他可能也有偶尔会放弃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真的蛮好的 所以这个是我一个就是收费的项目 当然就是说我这一段期间 还有就是在推广其他的东西 我也会在我的podcast里面就是 可能在前面或者是中间或者是尾巴的时候 我会就是记得就是会聊一下这样子 好所以大家可以就是稍微看一下 这个是我的这个podcast的一个规划 我基本上会把英文的部分讲的部分 然后我会做解释 那解释之后呢我会就是附上翻译 那我会提点大家几个单词 基本上的每一天呢 我都会告诉大家五个单词提点一下 而且我就是我会拼出来 因为大家在听嘛 你要设想大家没有在看 所以你用拼的帮助他们去记忆 那拼点出来之后呢 基本上我也会就是聊一下 我对这一个就是这个podcast的感受 聊完之后呢我就会跟大家讲说 可能就是邀请他们会做一个行动呼吁 比如说如果他们想要支持我 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帮我写五星评价 或者是说可以加入我的会员 或者是说加入我的云雀实验室 我们是每个15号有这个招生 然后或者是我1月4号有一个英语班 是这个跟Lily一起说英语去旅行 有一个144节的课程 他可以可以怎么样加入 所以我就要在这一个十几分钟 甚至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就是有包含这么多东西 所以一个podcast是非常丰富 他可能可以听好几遍 他也是一个evergreen 就是一个长青的 就是可以常常就是可能 五年之后对方再听这个podcast 他还是会觉得很新鲜 他或许还是会继续的想要参与这些项目 那当然就是说我做的这一个program 他也是就是长青的 就是我希望他是长青的 不是说只是一个季节限定的东西 好的 那我现在就是要准备开录啦 那在准备开录之前 我就是会做一个这样准备 左边是这个文本 右边是audacity audacity就是我现在在用的这个录音的录制的软体 他非常的简单 我之前有用过好几种不同的声音录制软体 但是我都用的不是非常习惯 那我最近有上这个录制的课程 他们会用这个pertool 我也不是非常的习惯 对啊 但是我觉得都去尝试一下了 audacity是真的蛮简单蛮好用 但是他功能有限 但是呢 就是我自己在做的时候 就是用audacity去录制 录制完之后 我再去做后制的部分 好的 那就是准备要录了 那录的话 就是这边有一个红键 按下去之后就可以开始说话 我一开始的podcast 我会就是先把这个英文的这一个 这一句话 先把它念出来 像我现在念的有点不太顺 所以我就会暂停 我就会把它delete掉 对 再重录 基本上呢 这个对我来讲 我也是一个非常好练习 我每天录一集 我每天都有机会去说英文 所以我的podcast 叫学英语环游世界 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训愿工具 每天都要学一点 对我来讲 如何执行每个星期日早晨拿出30分钟 并且把它成为每周的仪式 去创造你美丽的一周蓝图 先开始在你的日记下 写下这你刚刚活过的七天的精彩地方 并且记录你得到的教训 还有要进步的事情 让接下来的每周更加的美好 所以这边就是我要把今天的一个重点把它讲出来 然后有录下的这一段话 然后发现前面好像有空白了可能1.5秒 然后就把它截掉 不知道说大家可不可以看到这个选取 然后Delete 好的接下来呢就是这个部分 这个是我的intro music 它是我的就是开头的一个片头音乐 这个在我的这个podcast的课程里面 也有教怎么样子去录制这个片头的音乐 而且里面呢可以加上你的一个片头的资讯 就是告诉大家这个podcast是在干什么的 好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片头的部分 我叫它intro 那就是我的声音呢 大概会在intro结束的前面一秒呢进来 然后我就会说 Welcome to this episode of Fly with Lily podcast 你们自己也可以用一个固定的开场的模式 有些人会说 Hello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Lily 都可以的 就是说用一个就是你固定的打招呼的方式 Welcome to this episode of Fly with Lily podcast 刚才呢你听到的这句话 就是来自The 5am Club 清晨五点俱乐部一书中出现的这一段话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场景呢 是要来介绍一下 The Weekly Design System 设计每周的系统 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读到了是Day 54 然后我读到了是第十五章节 The 5am Club is mentored on the 10 tactics of lifelong genius 就是说呢成为永远的天才的十招 那其中呢我们昨天有讲到一招就是 Build your dream team 创造你的梦幻团队对吧 后来我发现呢这个 Weekly Design System 就是它里面说到WDS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然后呢我在上个星期日的时候 也跟我们的云雀实验室的伙伴们 就是我们一起实验五点钟起床的这群伙伴们 我们做过了一遍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那这边呢就是我来稍微解释一下 到底要怎么样执行这个WDS 让大家都可以去预先设计你美丽的一周 好一开始呢 The Implementation 就是说执行的方式 这个implementation 它是从implement 是一个动词来的 加上atio 变成它的名词 就是告诉说 大家这个WDS到底要怎么执行呢 carve out and then ritualize 13 minutes early each Sunday morning 好这个carve out 就是拿出 或者是这个carve本来是指雕刻出 那你大家就可以想象 比如说你一天有1440分钟 然后呢你把这个一个时间 把它挖出来那种感觉 carve 它就是有雕刻有挖的那种动作 carve out and then ritualize 就是指把这件事情呢 变成一个仪式 Ritualize 这个字呢 它是从这个名词 Ritual 来的 这个Ritual 就是仪式的意思 Ritualize 就是把什么东西 仪式化 13 minutes early each Sunday morning 就是说呢 在星期日的 就是早早的时候呢 就每一个星期日的早上的时候 就要去做这件事情 to create your blueprint for a beautiful week 去创造 create your blueprint blueprint 就是蓝图 设计图 for a beautiful week 就是美丽的一周的蓝图 start the process by writing a story in your journal 那你要怎么开始呢 除了就是挖出30分钟之外 然后每个星期日 都要做一个这样蓝图 那一开始呢 我们就是 开始这个程序 process 就是一个程序 by writing 借着什么样的方式 就常常会用借系词 by writing a story 就是呢 就是去 写出一个故事 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in your journal 特别是在你的日记上面 journal about the highlights from the seven days you just lived 我们说the highlights 就是指 就是精彩的部分 特别是在 这个the seven days you just lived 特别是在你刚刚 活过的这七天 用你的这个日记本呢 写下你一周发生的 精彩的故事 嗯 所以你就会发现 其实过去 你如果你有做过 这样子的仪式的话 你基本上你会 每一周的 每一天的 都会活得 比较有意识一点 然后呢 then record your lessons 然后接下来 你就是会去 就是记录 你的一些教训呢 比如说你有 呃 就是什么样子 学到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会常会用 lesson这个字 啊 学到的功课 啊 lesson learned 就是说呢 学到什么样的教训 and optimizations 这个字呢 他就是指说 你要进步的地方 像我们云雀实验室里面 我们每一天都会 写一个日记 那这个日记的格式里面 第一点就是 你今天想要比昨天 进步的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应该就是optimization 哦 就是什么东西 我们需要可以比 昨天更进步 所以呢 但是 你一周也可以 做一个这样子的动作 就是说 我这一周 要比昨天更进步 什么事情 for making the coming week even better 就是呢 这个动作是要干嘛的 是为了 making the coming week 就是为了让 接下来一周 更加的好 even better 好的 所以呢 就是希望大家 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怎么样做这个 每周的 这个设计 每周的系统 WDS 我相信呢 大家就会觉得 非常有意思 这边我再增加 几个细节哦 他其实里面 也说到蛮细的 到底要怎么样子 去设计这一周 基本上呢 你就是可以设计说 5点到6点 这一段时间 你想要做 什么样的早晨仪式 那当然 他里面一直在讲到 这个20 20 20的法则 就是用20分钟运动 20分钟就是打坐 或者是写日记 然后另外用20分钟 来读几页 你很想要读的书 那接下来的时间 就完全是你的 你可以6点到9点 这一段时间呢 你可以规划 90分钟 来做一件 就是你一直都很想 要做的项目 或者是说 就是你想要完成的 一个梦想 比如说你想要考 这个西班牙语的证照啊 那你就可以挖出90分钟 来就是专注的 就是把这个项目呢 好好的去读 去学习 听说读写 在这段时间学习 然后要记得把手机 放在一个袋子里面 上面要就是 要就是规定自己 不要在这一段时间打开 所以我觉得这个 也是蛮好的一个部分 接下来他就会说 你可以就是 呃看一下 Monday到下一个Monday 这一段时间 你有没有哪几天 是要去做SPA 去做按摩的 还有哪几天 是要带你的家人去吃饭 或者是跟朋友吃饭 都可以先就是 预先的规划起来 这样子就可以去预先 去准备 或者是订餐厅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棒的 好的 接下来呢 我想要提点几个单词 第二个单词就是 implementation 执行旅行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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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从implement 这个字来的 然后变成名词 接下来是 ritualize ritualize 使之称为仪式 ritualize r-i-t-u-a-l-i-z-e ritualize 接下来是 blueprint blueprint int 蓝图 那为什么说这个是蓝图 也是说设计图呢 是因为 就在 很早的时候 建筑师呢 用的这个设计图 都是蓝色的 所以呢 我们就叫blueprint 然后现在就是用在 各个地方 就叫它设计图 ok next one 是highlights h-i-g-h-l-i-g-h-t-s 最精彩的部分 highlights 现在后面加上 sts的声音 是法词的声音 optimizations 你查字典的时候 它会给你很简单的两个字 就是优化 那其实呢 它就是 optimize 这个字呢 就是进步 比昨天更进步的字 这个事情 所以你也可以就是 很白话说 要进步的地方 optimizations 好的 那这边呢 这句话呢 我会在就是 从慢到快 然后呢 念三次 给大家听 然后呢 这边呢 因为我们的podcast 上面没有字幕 大家可以就是 看一下这个文本 然后呢 一起来读 希望最后一次 你可以跟着念一次 或者是 你可以暂停一下podcast 然后自己念一次 或者听一次 把你听到的字 写下来 做这个监听的动作 The implementation carve out and then ritualize 30 minutes early each Sunday morning to create your blueprints for a beautiful week Start the process by writing a story in your journal about the highlights from the seven days you just lived then record then record and record your lessons learned and optimization for making the coming week even better 好 接下来第三次 the implementation carve out 非常棒的这个2021年的第一天 那这边呢 也就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要支持我的节目的话 你可以就是 不仅是订阅 转发 你还可以就是帮我写一个五星的评价 在iTunes 或者是喜马拉雅上面的APP 那你也可以透过实际行动加入我的洗蜜团 你可以解锁所有的会员福利 另外呢 你也可以就是来参加我的训练营哦 我的训练营是在1月4号 这个我们会开营 那我现在有设计了一个 144节的线上课程 我们每天学一节课 六个月可以学完 那每一天呢 就是只要花15分钟的时间 然后呢 接下来你可以就是 绞交一个自己的语音作业 所以在家学习呢 也好像跟着我一起去旅行一样 而且呢 就是六个月呢 你可以就是学会 就是 嗯 也不要说学会啦 可能就是说 你可以就是学到所有的 这个旅行要用的这个句子 还有单词 还有这个绘画 所以也希望你们可以加入我们 还有几天的报名时间 那好 其实我在做这一集节目的时候 我正在就是也在直播 啊 在我的这个粉丝专页 是ipodcasttw 啊 FB的粉丝专页上面在直播 然后教大家怎么样子去设计一个 这样的podcast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制作自己的一个 这样子的podcast 可以去 呃 教别人一些东西啊 或者是分享你的故事也好 呃 甚至就是做一些生活的记录 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一种方式 你也可以就是 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播主 啊 甚至呢 这个podcast 有机会 还可以帮你带进一点 被动的收入 那你可以到我的这个 呃 不管是我文本里面提到的这个 好学校 哦 我现在在募资一个podcast的课程 或者直接到我的ipodcasttw 可以关注 哦 我最近的这一个课程 还有就是 发的一些影片 那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都有一个非常棒的一天 特别是 今天是2020年的这个最后一天 what are you grateful for 哦 就是说呢 what did you get from 2020 就是2020年 你有没有学到什么事情 what did you learn from 2020 for me I feel that I learned a lot 虽然就是新闻上面啊 报纸上面都是非常负面的事情 但是我感觉 2020年 是我觉得非常正面的一年 哦 就是 我心中是充满很多感恩 特别是11月开始 每天都在写感恩日记 就觉得 哦 这个世界 还有我的生活 要感恩的事情 实在太多了 其实活着 就是胜利啊 特别是今年2020年 好的 那这边呢 就祝福大家 Have a wonderful day everyone I will see you tomorrow 好的 所以刚才那个 我停在这边 所以我这个podcast 没有录到15分钟 但是内容非常丰富 我觉得 这个have a wonderful day everyone 就是我每一次的固定结尾 大家只要听到这个 就会知道说 差不多我的ultro music 就要进来了 那我的ultro呢 事实上已经录好了 呃 那这个ultro 其实里面是 这个ultro就是说 结尾音乐 里面他已经有增加了一个 不好意思 我的这个ultro里面 里面已经有一个CTA 就是一个行动呼吁 就是说我行动呼吁 好像有点长 但是还好啦 就是说真的有在听 他觉得说有学到一些东西 他觉得说 哎老师 你发音很不错 或者说 呃老师你教到我这个东西 他觉得很正面 或者是他听到你的云雀实验室 很正面 他会很想要加入 所以呢 这个大家一定要去 勇敢的去做CTA 因为你就是在提供服务嘛 你一定要在这些平台上面 去勇敢的秀出自己 所以呢 这个CTA大家可以听一下 所以你跟您一起感受 嗯 好奇怪 我现在才发现原来我的ultro 还是在这个云雀实验室 所以我现在要去换掉一个ultro 因为云雀实验室是15号 现在已经是快31号 我现在其实应该是要增加的是 嗯 我的1月4号的训练营 的ultro 所以我要看一下这个ultro 我到底是录到哪里去了 我应该是录在 我应该是前天录的 所以我可能前天的 这些recording我要换一下 嗯 所以真的存档也是非常重要 应该是这个CTA 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就是换成功 跟乐丽一起说 应该是这一个 我已经录好了 但是我没有就是换成这个东西 OK 所以呢 现在我应该是换对了 这个CTA 所以这个CTA也是很重要 大家也是这个 一定要去存档 而且呢 就是最好可以就是去监听一次 那这边呢 我还想要就是提的就是 刚才我好像在念的时候 有就是赤螺丝 那就是有些人他赤螺丝 他就会立刻停下来 但是我都会做一个mind note 我就会在心里默默记得 因为因为就是我已经录了非常多遍 所以我非常熟这个程序 所以我就会回去 我赤螺丝的那个地方 然后再去就是修正 所以我来听一下 是不是这个地方赤螺丝 我觉得我今天录的就是声音有点兜兜的 因为做直播就觉得有点小紧张 但是这种感觉其实蛮爽 就有点像是去那个 像我有在参加这个Toastmasters 就是那个英语院讲俱乐部 每一次就是演讲的时候 都好紧张哦 但是讲完之后就觉得 哇好爽哦 就觉得非常开心 可以就是又提高了自己 我记得我是第一次的时候念念的不好 好像还要在后面一点 记得是optimization 这个字没有念好 所以我念了一次 所以你如果吃螺丝的话 我建议大家就是重复 再重复一次就可以了 然后再回头 我就是把end这个后面 这个optimization 我念不好的地方 我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来听一次 好的 所以呢 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可以把我的这个outro 就是我刚才的CTA 大家也可以听一次 我的CTA行动呼吁是长什么样子 谢谢大家 好的 所以基本上我很多的学员 他们报名都是听我的podcast 才会知道说我最近有什么活动 所以我的方式都是 我会先给价值 那帮助他们学习 里面是很丰富的 除非在除了在讲这个 课程我学校的东西应用的部分 还会给他们单词 还会评写给他们听 然后最后呢再加上一个 自己的小广告 但也不要觉得是广告 因为我觉得他们如果有付费 来参加训练营的话 他们一定会觉得比听podcast 学到还要更多 好 所以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希望你今天有学到一些东西 那我的 这个podcast是叫学英语环游世界 好那我来听一下就是前面这个接点吧 就是有时候怕那个音乐接得太紧 就觉得有点不是很自然 还好 所以OK我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我会就把它export export我会把它export成为wave 那这个wave的声音档呢 就是它是不会被压缩的 但是有一些平台它是不收wave 我知道了在台湾的first story 相当好像不知道有没有收wave 但first story是没有 它这个托管平台是不能就是上传wave 档的好像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我最后输出 整个后置完成 其实我是用mp3档 就是这个档案比较小 它上传的时候速度也会比较快 但基本上就是你稍微注意一下 后置的那个音质 就是不要压缩的太过头 好那就是 这边呢我就是已经把它 弄成wave的音乐档案 我还会去做什么呢 有些人他会就是在 per tool上面会去做 normalize 还有compression compressor 就是压缩这样子的动作 但是事实上我现在 就是我不会这样子一个一个去做 我会直接到 authonic.com 这个是我的录音教练呢 告诉我的一个秘诀 因为呢 这边要提醒大家 你会发现这个podcast 很多人在收听podcast的时候 其实他是在这个 捷运 或者是他是在开车 或者是他是在骑车 在收听 那其实他环境是非常吵的 所以如果你的podcast 录的很小声 有时候你会发现 其实你的这个录音器材 他本身可能录出的那个音质 是非常小声的 所以你就会碰到你的听众会抱怨说 他在捷运里面听的时候 就会觉得他就要把音量开到最大声 才会听得到你说话 我之前我的声音没有做后知的时候 就常收到这个抱怨 但是呢 我现在就是为到这个authonics 他有一个podcast的模板 基本上你apply应用之后呢 你的声音就会变得比较大声平均 甚至我有一些是我的这个intro进来很大声 但是声音就变得太小声 这个收听的感觉也不会很好 所以呢 我觉得尽可能每天都去进步一点点 所以我现在就是到了authonics 然后就选production 就是后置的部分 我要把我的刚才录的这个声音呢 就是再美化一下 我刚才录的这个声音是录成 哦 变成这个fly with Lily 学音与环游世界版本 我稍微改一下名字 应该是12006级的音频 所以我就把它传上去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有一个basic made up data 就是我会把我的名字啊 还有我的这个 podcast的名字打上去 因为如果有人从别的地方下载的话 他会看到这个 这个音乐的作者是谁 哦 然后呢 我最后的output 输出的file是mp3 然后beat rate 哦 这个就是我说的输出的音质 哦 尽量是128以上的 好 然后我的ending是mp3 因为它的答案是 比较小 比wave小很多 那它上传的速度就会快很多 好的 最后呢 这边就是它会有一个 algorithms 就是一些 嗯 它会降噪啊 或者是说 帮你去平衡你的音频啊 那这边我就是说 就是用了他们这个podcast 一个专用的模板 就是它的那个大声 它尽量就是用到那种podcast 它可能会需要那种环境的大声 大家可以就是看一下 所以我现在就是star production 然后它开始就会输 就会传 但是传的非常慢 因为wave档是真的挺大的 对 好的 所以呢 接下来就是我们就是稍微等它一下吧 然后这边也跟大家聊聊天 嗯 我先 就是post share 好的 好的 那就是要聊一些什么东西呢 嗯 基本上呢 我觉得这个部分 就是我觉得 非常 学习非常非常就是 多的部分 我们今年也是学习到怎么样子去 呃 用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解说来帮助大家 就是去做出自己的podcast的一个节目 对 然后希望这个对你们都有一些帮助 就是说录制其实真的挺简单的 没有就是像大家想的那么复杂 就是你可能用这个odacity 然后呢自己在设计节目的时候 要稍微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想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东西 然后呢顺序大概是怎么样子 你的开头跟结尾 这些都是 其实我觉得是不断的去练习 然后一开始你可能在做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点点紧张 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录podcast 就会让我觉得说 好像要上台演讲那种感觉 但这种感觉就是 慢慢的你可能会觉得没有那么紧张 会觉得录得越来越好 而且你可能会学到很多东西 那最近我也在尝试就是做 呃直播的访谈 他也是会有比较挑战的部分 以前都是只做录播嘛 录播的话那就是说 里面有那种直播的压力 现在会有一个直播的压力 就是你可能还要处理 就是直播上面的互动啊 大家问问其啊 有一些就是环节 或者是你要了解 就是说现在的朋友们 他们想要听什么 好所以是有一个这样子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来回来看一下 就是是不是已经上传的差不多了 好那这个 这个一点停住 所以你现在看到我的这个 uploading已经传到90% 那我最近就是还有做一个 就是我跟我爸爸的一起做的一个节目 就是让他去聊法律的小故事 那基本上这一个岂有此理 就是我爸爸的podcast 也是有一个设计 因为我爸爸他是律师 他已经自学法律已经差不多有60年的时间 然后他就是会被动六法全书 而且他以前也就是有教过法律的这样的经验 所以基本上就是设计一个 让他可以去每一个podcast 他可以讲到一个10分钟以内的一个法律小常识 或者是法律故事这样子 然后来帮助大家更理解法律 当然这个部分他背后我们也会就是去想说 他有没有一个可以帮我爸爸再去赚额外收入 然后就可以大家去买螃蟹啊 或者是给他买酒啊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对啊 但是这种经营呢 绝对不是说很快你就会看到这个效果 那就是说我们借由就是每一周都录一点点东西 然后呢我们可能就是把它拉长来看六个月后 我们可能就会有比如说有二十几集的节目 那我们就会提供二十几集的价值给别人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工具 让我爸爸就是如果他有朋友的话 他就可以说 哎这个有我录的这个小故事就很像就是以前的人会说 哎这个是我的我写的书送你一本 然后收到书的人其实他也不太可能会去 就是把书丢掉 就像如果说我有podcast 我今天跟你交朋友 那我丢了我的链接给你 你可能就会觉得说 因为我很想要认识这个人 我就会去听他podcast看看 其实他就是有这样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podcast也是一个很好的个人名片 好的我们现在呢有看到 这个就是我后置好的音频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之前的那音频 那个有多低 因为这个麦克风他很特别 他基本上就是说 他录的声音就是比较低 就是他不是很给力 就是他还要就是加上一个 preamp麦克风的放大器 但是事实上如果说 我直接就用这个麦克风去录 后置出来没有后置 产出了声音的话 就是会常常会被抱怨 就是声音太小 但是一旦就是我加上这一个 ophonics 就会发现我整个音量呢 就被拉大 就比较大 比较好听 大家可以听听看 上面是已经后置好的 我们先来听下面的好了 你就会发现有一个 很特别 就是真的好小声 这个是没有后置 然后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后置好 现在响度就比较大 而且比较清晰 而且它就是会平衡我的声音 像我的音乐就是比较高 比较大声的地方 它会帮我就是降低那个音量 大家可以听一下 并且记录你得到的教训 还有要进步的事情 让接下来的每周更加的美好 就是说它会感觉比较平均 但是如果说我没有后置的话 你听到这一段 就会发现很小声 然后突然很大声 先开始在你的日记下 写下这你刚刚活过的 七天的精彩地方 并且记录你的教训 还有要进步的事情 就是它帮我平均之后 就更加的美好 对这个就会突然就是很大声 比较响 所以我就是比较喜欢这个功能 那它有免费版本的 Ophonex Ophonex.com 它有免费版本 就是它每个月 它会送你两个小时 那如果说你每一周 只有做一集 然后30分钟 其实很够用了 那我是每天都在做 所以呢 我每天的节目 可能十几二十分钟 然后我还有其他的节目 所以我是买了流量包 那九个小时是每个月 十块美金 十一块美金 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啦 Oh sorry 好的 好的我现在把它下载下来 那因为我的托管公司 我不是用First Story 我也不是用那个SignLine 我是用喜马拉雅 那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是怎么样在喜马拉雅上传 那喜马拉雅 因为我用了快要七年的时间 那它的托管呢 目前都还是免费的 但是台湾的同学 如果你要就是注册喜马拉雅的话呢 你要上传节目必须要有台报证 就是要要就是去验证 那这个可能有点复杂 有机会我可以教大家怎么样子去验证 好的那我现在就是来上传我自己的节目 那基本上是马上传马上就发出去了 今天已经迟到了 那我刚才就是下载的这个声音 是到download里面去 好的1206 这边上传 那这边在传之前呢 就是它有一个节目简介 那我就可以把刚才我的那个 就是文本呢 把它贴上去 好的 所以今天是Day 54 W Design System 设计一周的南图 然后我把单词所有的放上去 所以这边就是我提供价值给大家 他在外面听不到这样子的节目 是我自己创的 好的 所以54 好像感觉这边怎么都是出题了 稍微调整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 是出题 好的 没有关系 那我这边呢 我会加上一个就是我的广告 那广告的话 我想要就是从昨天的节目去 去找到我的广告 好的 现在因为在直播 所以整个网络就变得浩漫 那喜马拉雅的这个APP 它基本上它的那个 就是平台上面的那个 功能呢 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完整 好 那等一下 对 你基本上就是我每天都会有一个 小小的文本 它会有一个链接 有一些链接 那这个 我应该是要存在别的地方 但是我就是 每一次我都是找前面一期的节目 然后把那个文本一起复制 再贴上 所以这个部分 我可能还要再优化一下 这个流程 这样我就不用等这个时间 我就可以直接就是把它贴上去 然后复制 但是在等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编辑一下 嗯 WDS 我要怎么样子去标这个标题呢 嗯 我们来设计美丽的一周 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设计美丽的一周 今天 那因为这个 我的 受众 现在大部分 还是在大陆 因为我之前在大陆住了 七年的时间 就在那边教英文 教了很久 嗯 今天 我们 来 学习 一下 如何设计美丽 呃美丽的一周 如何设计美丽的一周 所以我是 我的拼音很强 我只不用去看那个键盘 我就可以打出拼音了 而且我觉得现在看那个简体字 眼睛不会很通 然后 Day Fifty Four 好 所以呢 这个是我的一个文本的制作 还有题目 我这边有一个声音简介 我把它复制 然后贴上 我的这个简介里面 好的 这样子就完成了 然后我要同步我的个人动态 就是我觉得他做的就是非常细致的地方 就是他会帮你 就是发一条微博的那种状态 好的 那这样子就可以提醒我所有粉丝 就是我发新节目了 好 所以就这样子上传上去了 耶 所以我刚才总共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跟大家稍微过一下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一个小时 就会让我觉得非常的丰富 因为以前我在一些企业 那我这边我就是停止share 好 我现在看到我自己 对 就是啊 我以前是在一些比较大的美国企业 像是EA Games 还有 Accenture 还有在那个 嗯 就是主要是这两个比较大的企业 Accenture 还有EA Games 还有Tuket Games 在做这个英语的培训讲师 我就是直接到他们的企业去上课 但是我就觉得我每一次讲课 就是最多20个员工 他们会在一个会议室里面听我教课 但是我觉得一个小时我就只能教20个人 哦 但是我现在如果做podcast的话 我也觉得很棒 就是他至少接触不止20个人 因为我每一集大概会有下载量 会有6000 那如果我有6000的下载量 那可能6000个人听到 他还可能会去分享给他的朋友去听 对吧 那他也可能学到了 今天他去分享给别人说 哦 我今天学到了这个WDS 我跟你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蛮不错的 那我就觉得我会帮助到很多的人 那我觉得这个一个小时花的效用就是非常大 而且呢 我里面是不是还有就是推广一些课程啊 那些课程就是可以给就是需要的人 他来参与 那这个可能一集节目 他可能会帮我赚可能台币1万块以上 很难说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做podcast非常好 甚至就是我的这个podcast 他一直放在那边 5年后6年后还有人会去听 像我现在我录的第一集节目 就是在2014年大概4月的时候发送的 每天还是会有人给我按赞 大家会就是看到我的节目订阅之后 他们会去听第一集节目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效能是太棒了 而且就是全世界各地都可以听到 嗯 所以这边就是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做podcast 那如果你们有任何制作podcast的问题的话 也希望你可以在今天的直播的留言里面 直接留言回复告诉我 也希望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 那未来呢 也会就是跟大家分享很多这样子的podcast 怎么样子去制作啊 或者是说你可以怎么样子 如果你已经在做podcast的话 也可以直接帮你诊断 诊断一下你要怎么样子去设计 你的付费的服务 那就是这样子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都有一个非常棒的 就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 就是抱持着感恩的心啊 我觉得我是非常感恩 而且现在感觉就是非常幸福 嗯 那就是这样子 好 拜拜 拜拜